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租师马迹来看 肖战私下里也在低调的推进自己的工作进度 继录制综艺之后 肖战的复出舞台也有望提上日程了 31号晚上就有网友晒出了一张练习式排练新歌后的一个合照 并且配文到结束营业 新歌好听 照片当中是肖战和七位舞者面对镜头 他们一起摆出了爱心的一个手势 身处C位的肖战面带效应看起来心情不错 不过也有网友发现 照片当中的肖战比起前几次 似乎有一点瘦了 尤其是跟几个舞蹈演员站在一起 显得有一点单薄 脸瘦的比旁边的女生的脸还要小 难免又让粉丝们担心了一波 从晒照网友的配文来看 当时肖战应该是刚刚结束新歌排练 发体时间是晚上10点40多 看得出来肖战为了排练新歌还是满拼的 当然配文当中的新歌也有不少的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新歌就是4月底发布的光点 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未发布的全新单曲 众所周知 肖战上个月在推出付费单曲《光点》之后 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900多万 销售额超过了一个亿 成功地超越了蔡徐坤 张艺兴 周杰伦 李宇春等歌手成为了榜一 有时候销量高了并不是什么好事 肖战一个亿的销量也遭到了大量的嘲讽 尤其是大量粉丝一个人买成百上千张的行为 就被大家认为肖战是在割粉丝的韭菜 所以这一次的新歌还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一首 就已经有人在阴阳怪劲的嘲讽肖战了 随后又有人指出照片当中的练习室 正是肖战的经纪公司的练习室 其实理智来讲肖战光点发布没有过多久 不应该这么快就再发新歌呀 这一次更像是光点的练习式的版本 虽然光点发布已经有一个月了 各方面的数据都非常突出 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 这首歌只是发布了录音式的版本 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舞台呈现 对于歌手来说这样的歌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肖战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舞台 所以这也是跟观众透露出的一种讯号吧 那就是肖战近期极有可能会有舞台表演 也就是说肖战的付出舞台很有可能要提上日程咯 话说肖战这段时间的复工之路啊 也是越走越顺畅了 综艺上来说的话 虽然《青春怀悠记》第二季的 官圈首发阵容当中没有肖战 但是在录制地已经有人不止一次的拍到了肖战了 所以肖战参加这个综艺 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 那么在影视剧方面的话 虽然肖战这半年都没有拍戏吧 但是未播剧也是陆续的提上了日程 他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被爆 已经取得了发行许可证了 上线指日可待 另外一部《狼定下》呢 更是已经官宣了下半年就会播 如果说付出舞台也如此顺利 那么肖战就可以说是曾经的那个少年了 你觉得肖战的付出舞台会是哪个节目呢